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听台路口造星球啊 游啊吃游玩怎热闹 健康路有个富字苗 富字苗有很多桥 桥下就是情怀红 是你情怀风光好 我叫袁颖 从十四岁和黄老师学习白绝 现在已经五年了 那个时候我十二岁 在电视广播上听到了黄老师唱《南宁白绝》 就觉得特别感兴趣 到我们学校之后 我们学校和黄老师有高雅艺术进校园的一个合作 就第一个举手然后报名了 白绝一开始就是云井工人 他们会打发时间 就会唱一些江南名曲 用的都是地道的南京话 后来他们就渐渐地觉得不太过瘾 就会到情怀河畔去摆上一举 但是是不收钱的 叫白摆一举 就叫白举 它是有地道的南京方言组成 用南京话说南京话唱 唱的也都是南京人的生活 伴奏一般就是二胡 三弦 琵琶 舞和板 另外还有碟子和箭子组成的小打击乐器 也是白绝特有的 我一开始觉得学打碟可难了 因为那个碟子是靠食指和中指这个缝隙给夹住的 我很怕它拿不稳就翻掉了 然后我们当时一开始学的时候也确实打碎了几个碟子 后来就是我回家会去练 整个人都端起来就开始打 每天晚上打半个小时左右 渐渐地我就会发现我不用钉了 然后一步一步地我可以做一些动作了 然后你这些动作也要符合你唱的唱词 你要有那种场景感 步骤的练习当时可能会觉得好烦 就一直重复一直重复 但是发现自己能掌握的那一刻 还是快乐更多一点 二姑娘还相思 它有一段是表达二姑娘和三公子见面的时候说 桃花又发红柳叶又发青 以春景比喻二姑娘心中那种含蓄的一种情感 白菊它的词曲都是它优美的一个体现 《精灵遍地景》里面有一句话叫 手拿着一把扇子名叫白纸春瑶 就是春瑶是扇子的哑称 然后这个扇子就叫白纸春瑶 我当时觉得好好听啊 主 declined 其实是扇子痒 尤语 伤识 ным朝主唱 无意的意思 activity maybe 有点没到位 Sanime 一开始的那一段是一个小腔韵味都要很足的一个唱段 我大概是过了两年之后 我会发现我唱的之前唱得太青涩了 转的那种腔转得很生硬 就是平地一声雷的那种 现在就是会稍微有一个过渡 然后你知道它会在哪里 你要有那种气口去放弃去换弃 黄老师她平时对我们就像一个和蔼的老奶奶一样 但是在排练的时候又是另一种画风 如果你唱得不对她就重来重来一遍一遍 但其实她也是和我们一起 我们重来多少遍她就唱多少遍 这个段子其实我学了很久 但是黄老师说有些情感你表达的还是不够准确 其实她说你已经做得不错了 但是我们要的不是不错 你要给观众一个更好的体验 要最好的体验 如果有个长段子 或者黄老师想细扣你的手 会把我们拉到她家 黄老师烧的饭真的很好吃 然后我们就坐在菜桌上一起吃饭聊天 轻松完了之后就开始排练了 开始紧张起来 到了纵华楼 她倒上了二楼叉 来到新 到了纵华楼 她倒上了二楼叉 白菊想要传承下去 那一定要小孩儿 小孩儿就是小树苗 抬上一分钟 抬下十年贡 要从小十六七岁 就要把她像树上的给她拌织 而且要在她这个心灵当中 就要种下一个良好的一个种子 秦怀洪水清 南京人家水家水 南京是欧洲 因为白菊是一个连续的 你不断地去反复练习 才能看得到收益的 你要不断地去表演 去磨练自己 巨花堆惊喜大伴 把佛罗群伤伤伤伤伤伤伤 之前学了一个二十八分钟的段子 叫制豆鼠 在台下我大概练了一年半才上台 在台上那一刻 你真正唱给底下观众听的时候 人家会说好再来一个 或者给我热烈的鼓掌的时候 这种正向的反馈 真的对我来说打动得特别大 在这个世界上你要和一个人相遇太难了 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 听你唱完了这个曲 但是他对白菊就会有印象了 他可能回去之后就去搜索白菊 白菊这样的发散性 其实是一个蛮奇妙的事 多可乐 有在嘴巴 中小词 这 所以